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 今天是2月28日 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市场的头条 每到月末市场都会回顾一个月以来的市场的情况 来展望新的一个月市场可能会发展的一些方向 那么今天LTA与网友们分享 没有分享主流财经媒体对市场2月份的分析 专门找了美联社 他今天对2月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 他的一个回顾总结 LTA觉得很有意思 尽管美联社他对财经方面他不是特别专业 对市场方面就更不专业了 即便是作为一种局外人 就美联社对市场的观察很有意思 这个与我们每天谈论的华尔街的观点 既有一样也不一样 特别是LTA觉得与网友分享 像美联社他都很少用一些专业的财经术语 他带着一种朴素的感觉 来回顾总结2月份的市场 这个可能更接近市场的时机 因为生在市场中的投资者 华尔街的舆论 他们走不出自己的思维圈子的 往往自认为很了解很了解市场的 但是更多的是自己沉醉自己编织的故事里面 那么我们来看看美联储怎么来总结 回顾2月份的市场情况 美联社报道的标题是 美国经济发出混合信号 那么他服务盘2月份的市场情况很有意思 美联社认为在1月底和2月初的几周时间里 美国经济达到了难得的甜蜜点 通货膨胀从痛苦的高度稳步放缓 尽管美联储实施越来越高的利率 但经济增长和就业仍然出乎人们意料的强劲 形势一片大好 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必马威的首席经济学家 戴安他回忆到 他说当时我们正在寻找软着陆的迹象 这让人有点高兴 就在2月初市场情势一片大好 这是他回顾第一个阶段 那么第二个呢 美联社他复盘呢 因为在一种形势大好的这样一种舆论当中 1月底2月初市场呢 形成一种上涨 美联社他在复盘第三个阶段呢 他认为到了情人节这一天 形势急转直下 就2月14号 美国市场形势急转直下 为什么呢 因为消费者价格指数出了问题 特别是美联储关注的核心CPI出了问题 远远超出市场的预期 所以这样就让2月初形成的那样一种市场过于乐观的形象 印象被打破了 因为2月初呢市场感觉 经济增长很好 同时呢 通胀肯定是越来越低的 但是2月14号以后的几个数据 包括消费数据都预示通胀呢 非常顽强 1月份的通胀比市场想象的要糟糕 那么这样呢 就让美国市场呢 又重新回到了一种啊 下跌的氛围 你看美联社他复盘2月份的市场情况 他就没有那么多华尔街专业分析那样的 呃 似乎有一个统一的剧本 似乎一切尽在掌握中 他不是的 他就在嘲笑你市场这些投资人 幼稚贪婪 然后呢 守住无措 美联社他这个复盘2月份市场 他还觉得不过瘾 他还要复盘一下 去年以来的通胀 他要进一步嘲笑美联储 所以这个文章为什么值得向网友分享呢 有时候局外人呢 他看问题 他看得更透彻 美联社他回顾说 2021年春季开始 通胀就开始抬头 那么一直到2021年的6月份 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 他还不承认有通胀 他认为这个物价高啊 一两个月就会过去的 而且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耶伦 也符合这个观点 说不要担心通胀 哪里说风就是雨呢 这个供应链呢 暂时紧张 要不了一两个月 这个事就会过去 这是2021年的这个 三月份到六月份 不以为然 那么第二个阶段 美联社嘲笑 他这个美联储应对这个通胀 到了2022年的6月 美国通胀就飙升到9.1% 直到这个时候 美联储才吓尿了 他们才知道啊 这个通胀啊 一个是来势凶猛 第二呢 他们可能一时半会儿啊 还制服不了这个通胀 你看从2021年中不以为然 到2022年中 抉择失控了 那么第三个方面 美联社就嘲笑这个美联储 然后从2022年的3月 美联储就开始加息 到目前的一共加了8次息 这个是80年代初以来 最激进的信贷紧说 那么加了8次息之后 通胀打掉没有呢 美联储进一步嘲笑 仍然处于很高的位置 通胀 那么第三个方面 美联社嘲笑这个美联储 说在今年1月份的数据意外的火爆之后 美联储又得以忘形 鲍威尔呢 又在修正 他比较鹰派的一些观点 又向市场呢 发出啊 缓和的这样一种论调 但是到了2月中旬以后 通胀数据依然严峻 这个让美联储呢 又收回了软化的一些立场 所以说现在呢 市场普遍预计 美联储在3月份加息 可能会加息50个基点 所以大家了解 美联储这篇报道呢 它实际上是让人们来回顾一下 美国过去两年 所走过的路 经济上所走过的路 回顾一下这个通胀 是怎么从发生 到现在很难降服 它也让人们来回顾 它这个报道不仅是告诉市场投资者 它让普通的读者 普通的网民也都来了解一下 就美联储在应对这个通胀过程当中 并非料事如神 并非他们的政策都有效果 并非他们都能够准确把握市场的脉搏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LT推荐了 美联社今天这个非专业的市场分析 这个可能对于我们呢 长期关注市场 沉醉于这种市场中的人呢 可能能够帮助我们更清醒 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也是与通货膨胀有关 就今天欧洲有两个国家公布这个通胀数据 这个让欧洲央行吓一跳 这个可能它比美国的这个过山车情绪 二月份过山车情绪 这个还要令人感到震惊 因为今天公布的数据是欧洲两个大国 法国的通胀 一月份的数据 几乎所有人估计呢都会要下降 因为通胀的峰值嘛在去年底欧洲 那么到一月份呢它会在峰值继续下降 没想到一月份反而上升了 法国的这个通胀率从7%上升到7.2% 就说一月份呢 它比12月份的通胀水平还要高 第二个国家呢是西班牙 也是欧洲大国 它的通胀呢 从12月份的5.9%上升到6.1% 法国经济学家预测呢 一月份的通胀只有7% 所以没想到的是7.2% 西班牙的经济学家呢 他们认为一月份肯定要比12月份要低 12月份嘛 5.9% 一月份呢他们就认为是到了5.5% 哪知道一月份通胀继续攀升到6.1% 所以这个连续出现意外 就让经济学家们怀疑人生了 因为本周四欧元区综合的这个通胀数据会发布 那么之前呢 经济学家普遍预计呢 欧洲欧元区的通胀会从12月份的8.6%下降到8.2% 那么法国西班牙的数据呢 不降反升 这个让欧洲的经济学家都傻眼了 所以大概率他们这个8.2是不靠谱的 那么今天呢 欧洲的经济学家们还给自己呢 找一个安慰 他们说明天 德国将会发布德国的1月份的通胀数据 假如德国的数据很好 那也会让欧洲数据更好 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期盼 明天德国的通胀数据呢 能够明显比12月份下降 这样就能挽救欧元区 但是这种想法 LT觉得呢 可能还是有一点幼稚了一点 因为法国西班牙 它是一个欧元区的中等水平的代表 而且这都是两个欧洲欧元区啊 最大的两个国家之一 当德国的经济实力最强 当你再强 法国与西班牙这两个国家 在欧洲是举出轻重的 那么出现意外的通胀反弹 那么就让欧洲市场今天呢 也普遍呢 大家在议论 3月份欧洲央行加息 可能呢会加息 强度提高到50个基点 那么如果是50个基点 对市场又会带来一些负面的情绪 所以这个新闻呢 对于关注欧洲市场 关注欧元的网友呢 会非常重要 因此呢我们要进一步来关注明天德国的数据 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国际主流媒体都报道了 朝鲜的这个金正恩又做了最新指示了 今天路透社报道的标题是 由于粮食短缺 朝鲜的金正恩对农业发出警报 报道中称 朝鲜领导人表示 农业需要根本性的转型 并将实现粮食目标作为优先事项 因为被制裁孤立的国家正在挣扎 朝鲜官方媒体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敦促政府官员策划农业生产的根本转型 金正恩表示 今年实现粮食生产目标是一个优先事项 并在党的关键会议上强调稳定农业的重要性 该报告没有详细说明朝鲜将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但金正恩表示 这些变化必须未来几年发生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想出一个方面的评论 估计每一个中国网民 甚至包括每一个中国的小学生 可能都能给朝鲜的指明一个方向 什么方向呢 你就去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不就完了吗 为什么呢 朝鲜目前他的农业生产的方式 绝大部分是以集体农场形式为主 那么这种集体农场形式为主 中国人都知道这个是行不通的 因为他没有将农民的利益 直接的利益与自己的劳动来进行挂钩 所以他就会扼杀这种劳动的积极性 他会扼杀这种优质的农业生产服务 但是这个就世界的政治了 所以尽管这个金正恩他觉得他能够为朝鲜指明方向 但是他的局限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他不能够动这种集体农场为主的生产方式 这个世界的政治 所以他有局限性 所以他再料事如神 再英明伟大 他指明的方向 解决不了朝鲜的农业问题 粮食生产问题 所以这个新闻从另外一个侧面 我们能够看到 就独裁者尽管他法大无边 尽管他权力至高无上 但是由于独裁者自身认识的这种局限性 错误性 他会让一个国家的方向出现问题 所以你看朝鲜农民怎么再撅着屁股干 也干不出来粮食大丰收的 所以独裁给一个国家会带来巨大的危险的 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美国众议院新设立的这个中国委员会 正式登场亮相了 这个委员会开张 开始正式工作了 新一届美国众议院是共和党的占多数 他们决定成立这个中国委员会 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挑战 那么中国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这个迈克 他也明确的说 他这个委员会将致力于确保重点放在中国共产党身上 而不是中国人民身上 他说我们希望以这种以人权为重点 以价值观为重点的议程来领导 对于许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来说 这也是一个团结的领域 那么民主党排名靠前的这个众议员 伊林诺伊州的这个众议员拉加 他也表示 中共指望美国立法者分裂党派 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斥 你看这个民主党在共和党主导的这个 中国委员会 民主党表态 他就是不要上中共这个大 我们在对待中共的这个问题上 两党不会有分裂 那么今天中国委员会呢 他会举行听证 他听证的这个主要内容呢 是三个方面的人员来介绍啊 有关中共的情况 第一类呢 是两位前川普政府时期的顾问 一个是博明 大家很熟悉的 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 就当时川普时期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 博明 他是美国政坛少有的 非常了解中共的人 他曾经在北京做记者的时候 被中国公安殴打 被派出所拘留 所以他对中共啊 是非常了解的 他会在今天的这个会议上的作证 另外一个呢 就是川普前国家安全顾问 麦克马斯特 他是个军人出身 他对战略上 与中共的这样一种竞争 他也是研究非常深入的 第二类听证呢 就是中国的一些人权人士 或者异议人士 那么今天主要发言的呢 会是一位叫同意 他的英文的具体的 而且不太了解 这是个什么人 叫同意的人 他是中国的一名不同持政见者 他也会介绍 中共如何违反人权的 侵害人权的 那么第三类代表呢 是一些美国的制造公司 和钢铁工人工会 组成的联盟 他这个联盟的主席 斯科特保罗 他会从美国的这种啊 产业利益 和美国人的这样一种 就业的利益方面 互向国会作证 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想做两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是众议院新成立的 这个中国委员会 这个干劲十足 他们在今天之前 已经做了两个很大的动作 一个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迈克他秘密访问了台湾 也会见了蔡英文 甚至打算了在台湾去举行听证会 第二个动作呢 他参加了中国的一些人权活动家 举行的一些街头的一些抗议活动 他与中国的这些异议人士呢 也进行了一些直接的沟通 所以中国委员会这个呢 我们还是寄予厚望 他们还是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观点呢 想与网友分享的 就目前除了众议院这个工作委员会以外 参众两院和美国政府 还有一个中国委员会 那个中国委员会的负责人呢 是大家很熟悉的参议员卢比奥 那么对于众议院的 这个众议院的这个新设立的中国委员会 那么LT呢 认为呢 不能够抱太大的期望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啊 这个迈克啊 他的资历是非常浅的 你能想象他带领的这个委员会在众议院 能够起的作用是非常非常有限的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共和党会让这样一位资历 这么浅的人来担任这个中国委员会的这个主席 所以他如果要在众议院产生影响 他的提案能够在众议院能够形成法律 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 美国的国会他就是要讲资历 法律的通过要看谁提出来的 所以从这点来讲呢 我们也不能对这个委员会抱过大的期望之 第五条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这个可能在美国以外啊 甚至生活在美国的网友 你如果不去认真聊 你很难懂这个新闻究竟什么意思 上周美国国会众议长麦卡锡 他把2021年1月6号 就是他们冲击国会的那个录像带 或者视频记录 他把它交给了福克斯电视台的主持人塔克 那么这件事呢 就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 那么麦卡锡 为什么要把这个录影带交给这个塔克呢 这个是他在竞选议长的时候 川普的有些盟友给他设置的条件 你得答应 你如果当议长 需要我们同意你当议长 那么你上台之后 你得公开这个1月6号的那个录像资料 否则的话我们不支持你 所以说为什么麦卡锡要把这个1月6号 这个冲击国会这个记录的这样一个录影带交给福克斯电视台主持人塔克卡锡 是因为事先有承诺的 那么今天这个新闻他很有意思在哪呢 今天这个新闻 美联社他就报道说 川普的盟友威胁要起诉麦卡锡 这个川普的盟友又逼着麦卡锡 把这个录影带交给塔克卡森 交给媒体公开 怎么川普的这个盟友又要来起诉麦卡锡呢 这个新闻他是这样的 就网友们非常熟悉的那个枕头哥 就是美国啊 这个生产这个枕头啊 最大的一个生产商 他是川普的盟友 特别是在这个对2020年大选结果不满 也参加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 林德内 麦克林德内 他今天他对媒体讲 我在几天之内 我要起诉麦卡锡 那么网友们会问了 麦卡锡把录影带交出去 是川普的盟友啊 这些在国会的这些小兄弟们 逼着麦卡锡交的啊 你也是川普的小兄弟啊 你怎么要起诉麦卡锡呢 这个枕头哥的理由呢 是他凭什么交给麦卡锡啊 他怎么不交给我啊 我也有一个网络平台啊 我也有一个网络媒体啊 要平等啊 你凭什么交给麦卡锡 交给这个塔克卡森呢 凭什么交给福克斯呢 我们没有平等的访问权 所以说我要起诉这个麦卡锡 大家听一听 整头哥说的这个理由 可不可信呢 显然他这个理由呢 经不起推敲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麦卡锡 他自己没有一个渠道 他自己没有电视台 没有媒体 他肯定要交给一个媒体 他又不能交给那些 自由派的媒体 他只能交给这个 保守派的媒体 保守派最大的媒体 就是福克斯电视台 他不给福克斯电视台 他给谁呢 另外我们再来问一问 当时迫使麦卡锡 交出这个录影带的 川普那些盟友 像弗洛里达的这个盖茨 他们知不知是麦卡锡交的 记者去采访了 川普在国会的几个小兄弟 支持 麦卡锡这个事 是按我们要求做的 没问题 那么整头哥 为什么又要来起诉麦卡锡呢 这个呢就是 只能议会 不能言传的 就川普逼着 让他公开这个录影带 他的目的是 因为现在人们印象最深的 1月6号冲击国会的镜头呢 是打扎抢 他实际上完整的镜头呢 也有很遵守秩序的镜头 也有这些抗议者呢 被警察殴打的镜头 所以要完整的 让大家了解 1月6号发生了什么 这个是川普要求公开的 但是麦卡锡 一股脑把这个东西 给了福克斯电视台 给了塔克卡森 这个对川普来讲 有一种只能议会 不能言传的不满 为什么呢 因为在去年以来 川普与福克斯电视台 就开始交恶了 他认为福克斯电视台叛变了 因为福克斯电视台 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 他们从去年开始 对川普呢 也有很多负面的报道 所以这个让川普很恼火的 包括塔克卡森 也试图与川普 保持一定的距离 那么在最近的 有关法庭文件显示 就塔克卡森 他对法官承认 在1月6号那个事件当中 确实有一些虚假的信息 就是夸大选举的不公之类的 就塔克卡森说了类似的话 那么这个让川普阵营 也是很恼火的 你这个相当于叛变 但是呢 川普又不好公开来否定 麦卡森 把这个东西交给塔克卡森 所以川普的这个 更狂热的追随者 这个枕头哥 他就站出来 要起诉麦卡森 要敲打麦卡森 所以这个新闻呢 就让我们了解政治啊 他很微妙的 他不是简单的黑与白 不是简单的 要么敌人 要么朋友 就是这个朋友之间呢 他这个纬度 还是非常分明的 第六条 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 是今天路透社有一个报道 他这个报道标题是 2月份 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 下跌了2.6% 今年的升幅 几乎全部抹去 因为最近很多网友啊 关心人民币的币制 关心人民币的汇率 所以我们也可以增加这方面的了解 1月份 由于中国啊 结束了清零 中国宣布了一系列的刺激政策 当然主要是刺激炒房的政策 那么中国的舆论呢 在一片的狂热中 这个经济要大涨 政府在宽松 这个好的政策 又停止了清零 经济肯定是一日千里 所以在这样一种舆论下 大家还没有看到宏观数据的时候 股市先涨了再说 人民币也大幅度升值 因为大家都觉得形势一片大好嘛 到了2月份 公布了1月份的数据以后 市场发现没有那么好 没有想象那么好 不光没有想象那么好 比想象的糟糕的多得多 你说出口大跌 而且形成了创激路的贸易逆差 中国总是顺差的 但是1月份出现了创激路的贸易逆差 所以这些所有的宏观数据 都不支持人民币这个升值 那么人民币在1月份那种大涨了 完全是一种情绪预期的影响 就昨天不讲六大原因吗 教育书讲 六大原因的第六大原因就是普遍预期 就大家普遍预期人民币该涨 人民币就涨了 那么现在一冷静算账 上涨的理由一个都不存在 所以它要跌回去 所以在2月份的人民币 它就抹去了 1月以来的这样一种高歌猛进的这种涨势 全部把它抹掉了 那么中国的官方媒体 党媒的报道 他们把人民币这样一种大起大落 他们把它解释归因 主要归因于美元 他们认为是因为美元不断的升值 所以才形成了这个结果 但是LT认为 主要还是因为中国的经济 没有像官方政策宣传的那样 没有像党机器宣传的那样的大反弹 没有发生 那么对这个新闻 LT想出三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是 1月份2月份来看 中国出台了一系列的 刺激宏观经济的政策 那么这些政策 它就是两个套路 第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第二宽松的财政政策 宽松财政政策 它增加基建 增加这种债券 就政府债券的发行 宽松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它主要在刺激房地产 降低房地产贷款利率 而且出台一系列吸吸骨盖的 百岁贷 家庭 接力贷 情人贷 那么这些所有的 宽松的货币政策 宽松的财政政策 它都会直接导致货币的贬值 但是由于中国党机器宣传 中国舆论造成的是 中国经济要大涨 今年5%增长都打不住 6%都保守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的市场就忽略了这种 宽松的货币政策 开足马力 印钞 会导致货币贬值 就忘记这个基本事实了 大家都想到经济增长了 结果经济没有增长 特别是外贸 出现一些非常不好的局面之后 大家就在冷静想 这个刺激房地产 这些政策 本身它会导致货币贬值 本身是在注水 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 就是为什么会抹去了 今年以来的涨幅 这个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 宽松财政政策导致的 第二个评论 就昨天与网友交流的 六大因素判断汇率 其中第二项就是贸易结算 或者经常贸易项目 那么在一月份的数据 就出现了贸易逆差 540亿美元 那么出现这么大的贸易逆差 那显然 它也会促使人民币的贬值 第三个评论 LT感觉 即便是如此 我们目前对中国的宏观经济 还是一头雾水 因为中国太多数据 它不公开了 它模糊了 甚至造假了 就真实的情况 并不清楚的 这个不清楚 而且往往是 真实情况比 现在中共展现给我们的 会更糟糕 你看 随便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去年 中国官方公布的 它的贸易顺差是 9800亿美元 就差不多1万亿美元了 但是 你看 外汇的存底 外储 却没有增加 那么你增加的这个贸易顺差 9800亿万亿美元 到哪去了呢 不知道 而且 像我们做专业研究的 也寻找不到 合理的解释 你比如再比如说 你像美国 欧洲 它GDP增长 百分之一二 都是大家日子都过得好 都不得了 但是中国要是 GDP只增长个 百分之三四 大家都觉得很多人要失业 这个日子不好过 就中国的这种 涨幅啊 给人民之间 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 它是脱节的 那也就是说 它这个GDP 这个里面水分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研究人民币 这个情况 坦率来讲 因为人民币它没有公开的自由兑换 二月份 这个人民币的点幅 贬值幅度 它是不得不贬的 它如果真正的人民币放开的话 人民币没有办法维持这个汇率的 所以这可能是研究中国的一个永恒的问题 就是不透明 没有办法 你只能够估算到此 那么第七个与网友分享的这个重要新闻 是今天很多国际的主流媒体都报道了 中国的公安盗用路透社记者的身份 套取异见人士的资料 那么这个路透社呢 它就自己公开 因为中国的公安呢 假借路透社记者的名义 然后呢 伪装跑到中国的一些异议人士的那些什么电报群 参加那里面的活动 一起骂政府 一起骂习近平 结果呢 认识一些反贼 这打引号的 认识一些反贼 就跟他们套话 套了话之后呢 就获取他们的这个身份信息 然后就抓人 那么路透社 他今天报道呢 他就很气愤在哪呢 这个中国公安 你去搞秘密手段 你去搞你的破坏 也就算了 你套用路透社记者的名义 一个是路透社驻上海记者站的主任 一个是路透社驻香港记者 利用人家这两个人的身份去注册 电报的账户 然后去套这些异议人士的这个个人信息 最后导致有些人被抓 那么这个新闻呢 LT感觉呢 网友们不会陌生这种题材的新闻 因为最近几年呢 不光海外媒体有报道 就中共自己的媒体他也报道 他作为成果 又破坏了一些什么组织 又破坏了什么团伙 那么对这个新闻呢 LT想出三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是要增强啊 网友们对这个网络安全的认识 就中共的隔山岔五 他都会有这些破案 通过这种所谓的反贼群 电报群 他们一锅端 一抓抓一批人 那么这里边呢 就是普通网友要有一个概念 你像一般低端的网警 他们呢 主要在盯这些什么社交媒体 什么YouTube啊 这个Facebook啊 这个Twitter啊 他盯这些公开发言 他盯了也没办法 他无非是找机会 看看能不能够跟踪你这个人 但是他一般很难呢 在这种公开的社交媒体上呢 他来叼大鱼 或者他来抓他的所谓的有组织的犯罪 这个他只是一种虚张声势 但真正的中共的特工 特务或者安全人员 他们都是更加关注这种啊 加密通讯的这样一种群组 所以这个是 这个新闻呢 要提醒大家 就对加入这种所谓的电报群 这种你要不说不能加入 就你加入要有一根弦 这个是中共是最忌讳的 第二个方面的评论呢 想与网友介绍一下 就怎么你加入电报群 比如用这种电报 这种国外的这个社交媒体 怎么能够让自己安全 坦率来讲 中共也不是说是料事入神 也是不是说 他像火眼金睛 也不至于 你电报群 你本身用的不是中国的电话注册 你又是用的VPN上网 他哪里一点办法没有 他根本就侦察不出来的 他不是特定的跟踪你 认定早就是你 他名单上的人 他就普通的网友 你就去翻墙上电报群 他是没有办法政策的 这个在中共内部的公安 他的交流里面 他也讲过 这个确实没办法 那么我们使用电报 或者其他的海外的这个社交媒体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这个安全 那么有两个方面 建议网友们要特别重视 就第一呢 是比如说使用电报群的话 你一定要使用两部验证 两部验证密码 除了你的这个电话验证码 即便被拦截的话 你另外一个验证的渠道 比如说电邮 比如说其他渠道 那个他很难同时拦截的 所以他即便是把你的虚拟号没收了 或者拦截了 他也未必能够掌握你的这个发言那些信息 那么有一些呢 高级的这些网民呢 对这个技术更高深的网民 你还可以通过在电报群 他还可以设置设备所 他可以设置什么间隔时间 比如说间隔15分钟 不登录电报 那么那些警察拿去了 即便拿了你手机之后 他也上不去 就是说你总的来讲 你要对这个 你海外的这个社交媒体啊 你要多一些的防范的设置 安全设置 至少两部验证是应该有的 第二个方面注意安全的就是 不要把微信与海外的社交媒体啊 进行通用 所谓的通用 你不要头像都搞成一样的 第二 你不要在同样的语言习惯 同样的内容 比如同一句话既出现在微信又出现在电报 这个很容易让他们比对找出来的 包括李文亮当时被逮 也是就是这种啊 网络语言呢 他们这个微信内部审核 通过敏感词搜索 一下就把他把你抓住了 那么你在微信言论 与电报群的言论之间 你如果有个明显的能够成为一种对应关系的话 也容易让公安锁定你这个人身份 这是通常的对一般网友来讲 要注意的安全 那么第三个与网友交流的呢 就是一般从目前来讲 中共公布的也好 以及海外的安全专家也好 就中共他目前最容易抓的这个 在海外使用社交媒体的这种反直言论 意义言论 他最主要是两个手段 第一是手机号 你凡是用中国国内的这个手机 注册的海外社交媒体 这个他很容易被他掌握 他主要通过你的验证码 你一发验证码 他就知道你在海外做了什么 特别像电报群这种 在中共的特务进入那些反直言群之后 他如果掌握你的电报号码的话 他一输他就知道这个群里面有哪些人 因为他通过这种通信录啊 有些网友不太注意安全的 叫开放通信录 那么他一加入这个群了之后 他对这些群友的手机号 一下就能够掌握了 就整个群里面 他就很容易了解了 所以这是一个手机号 就你注册海外社交媒体的这个手机号 即使是只能用中国手机号 你也不要用你日常用的手机号码 用你的备用号 所以这手机号是他们经常得人的一个办法 第二个办法是他钓鱼找你的这个IP地址 通过IP地址 他能够物理的锁定你的路由器 锁定你的方位 那么他你通过VPN上网 又是匿名的 又是海外的社交媒体 他怎么能够锁定你呢 他就在群里面发这个链接 比如说给你群里面发链接 你看起来是微信的文章 但是他那是做了手脚的微信文章 你一点开之后 他就能够锁定你这个手机 你这个设备锁在的位置 你用的这个路由器 所以在中国更多的被逮 是因为这个原因被逮 就是下点链接 所以中共他对这种翻墙 他认为很重要的人 他主要是通过这两个方面来抓人的 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一点 基本的安全防范的能力 最后再与网友们分享一个重要问题 就今天中共呢 他发布了第二十届二中全会的公报 习近平呢 也今天呢 向各界人事代表 通过他的政协民主党派 也通报了二中全会的一些决定 那么二十大二中全会的公报 以及习近平今天他个人做出的解释 值得网友们关注 就习近平他今天呢 他解释的最主要的内容呢 是两个方面 首先第一 就习近平呢 他通过二中全会的公报 以及他亲自向这些民主党派做解释 他解释一个什么问题呢 他解释 为什么要把有些权力从国务院上搜 搜到党中央 所谓的党中央就搜到习近平来执管 为什么要对国务院削权 那么习近平他讲的理由啊 你听起来啊 你感觉这个权力啊 不集中给他都不行 你感觉这个国务院呢 不交权都不行 习近平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就说现在中国太危险 哎呀 这个要出大事 这个不把权力交给我啊 不把国务院的权力收一部分上来啊 那中国就完蛋了 他的官方文章 公报上是怎么表达的呢 你看 多么爽人听闻 公报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加速演进 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 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 以和风险挑战并存 不确定难以预料因素增多 必须准备经受风高浪击 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中国的改革发展 依然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 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 三重压力 仍然较大 经济恢复的基础 尚不牢固 各种超预期因素 随时可能发生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对党和国家的机构 做出重大的改革 你看 这个习近平呢 他这个还是不是我想要权呢 不是我想揽权呢 大权独揽呢 是这个国家你看风高浪击 惊涛骇浪 就要翻船了 你看这个习近平 你看他讲安全了 每天念念不忘 念念有词 讲安全安全安全 你看他落脚点都是 我要权力 我要权力 为什么我要权力呢 因为你不安全 你不安全 怎么就要给他权力呢 但是习近平他就是这个逻辑 这是他今天呢 公报上 以及习近平亲自做的解释 第一个重点 就是为什么要进行 这次机构改革 为什么要强化党的领导 来削弱国务院的职权 是因为中国太危险 但是LT也还没搞懂 这个逻辑链还缺这个环节 怎么中国危险了 就不要国务院了呢 习近平讲的第二个方面呢 他不是在公报上体现出来 是他亲口 对这些民主党派 就今天下午 他做的演讲 做的解释 就怎么搞这次政治改革 怎么搞这次国家机构的重大改革 他讲了三个方面 他也基本透露了 这次所谓的改革 那么第一呢 是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怎么改呢 要收回金融管理权 就中央要成立金融工作委员会 我要亲自把银行管起来 这个李强就没李强什么事了 这次他讲 第一个改革 要管钱 第二呢 完善中央对科技工作的统一领导体制 优化政府智能体系和组织结构 那么这一点来讲呢 他除了中央要成立科技什么委员会 但是他并没有把科技部啊 拿到中央来管 中共中央来管 脱离国务院 没有 科技呢 还在国务院 那么呢 就把科技部与教育部合并 这个组织结构要调整 这个呢 你能算出来 习近平呢 他并没有去 在科技上去集权 但是他说了 要他要进一步对科技工作 加强领导 但这是个虚的 第三个呢 就比较实的 完善党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 优化机构编制资源配置 就党中央要强化 党中央怎么强化呢 要把公安国安 甚至一些民政 有些事 要从国务院拿出来 直接在中央内委会 内务委员会来掌管 我要把警察管起来 就习主席要亲自管警察 这个呢 就是国务院呢 又要砍一块 那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变化呢 就是第一条讲的 中国现在太不安全了 太危险了 不做这些改革啊 那中国就要完蛋了 风高浪击 这个风高浪击 做出重大改革的这件事 想做三个方面的评论 首先第一呢 是这次改革的基调 国务院是刚性的被削弱 这个是不争的事实 国务院的职能 重要职能 从中共建政以来都有的 公安职能被拿掉了 这是削弱一大块 第二 金融管理权被拿掉了 财政国务院也只剩半个决策权 因为它有一个中央财经 领导委员会 财经工作委员会 所以说国务院这次 对功能上的删减 是习近平这次政改最大特点 第二个评论呢 就中国很多网民也在议论 就习近平他改 改出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 就网络很多网友评论说 李克强可能是权力最小的 国务院总理 那么李强是深得习近平的信任 习近平的这个贴心小马仔 那么李强是一个 什么样的国务院总理呢 按照习近平他这个改革 你看他对他的心服也不信任 他要亲着管 那毕竟不是自己的儿人嘛 这个他要亲着管 把李强的涉及到安全的权利 涉及到金融安全 涉及到治安安全 政治安全的权利 全拿走 那么李强就变成一个 什么样的国务院总理呢 相对于李克强 他就变成了一个 中共建政以来 规模最小 权力最小的国务院的总理 国务院职能被缩减了 他甚至是 还不如改革之前的 中国的国家纪委的权力大 就计划委员会 就目前李强剩下来的这些职能啊 他就是一个跑腿办事儿 没有决策权 没有任何决策权了 因为财权被拿走了 人事权早就在党中央 人才都不管 你说这个国务院 剩下来是什么呢 就是帮习近平做监工 到哪去吹一吹 要读书一下 就只能是剩下那个事儿了 所以李强成了最小 国务院的总理 第三个评论呢 就习近平搞这种啊 大国安机构 搞这种啊 内委会这种机构 他只会让中国社会 更加封闭 他只会形成 对人民更严厉的控制 第四个评论 在今天的公报 以及习近平下午的这个讲话 他都特别提到 要进一步在这个什么 外资企业 民营企业 来发展党的基层组织 就这个就很恐怖了 因为在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要求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建立党组织 那么建立党组织呢 你包括像郭台铭的这个 富士康都成立党委 这次习近平他得寸进尺 光成立党委不行 要成立支部 每个党支部都得给我建立完善 要到边到底 他这种党的建设 他要覆盖的每一个角落 这个就很恐怖了 那你这个弄起来 从中共产党的政治管理来讲 那就是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 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个还是很恐怖的 他这个习近平 他打着这种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民意 他对民营企业 对外资企业 又进一步进行政治化的渗透 这个本来他不属于你的党的机构 也不属于国家机构 但是他强加在这个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里面 这个还是很疯狂的 这个习近平在这个方面还是很疯狂 所以通过以上分析 LTE总的感觉就这一次 习近平对政改也好 机构改革也好 他的对权力的贪婪 他的集权 还是超出了我们想象的 因为LTE本来也认为 他这次两会 他老老实实的捞到他的第三个任期 开启终身制 能够平稳过渡就不错了 哪知道他还要顺手牵羊 还要把国务院的权力 相当一部分他要把他收缴 所以独裁呢 他是一种马太效应 他只会越来越独裁 而不会所谓的见好就收 以上就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 谢谢大家收看